连接府大医院和医学院的光中行走天桥 历经两年工程终于在2023年12月8号正式完工 举行检查仪式 新建立的天桥更方便学校和医院的流通 同时也能避免柜子路上行人穿越马路的事故风险 保护医护同仁和就医民众的交通安全 在府仁医院设立六年来历经两年的工程 连接府仁大学与府大医院的生命期待正式完工 也在12月8号举行检查仪式 当天也是府大的98岁生日 在这个喜乐的日子里 现场充满兴奋与感动 府大医院的同仁甚至举杯庆祝 学校里面学校端很多教职员生 可能也会到医院去就医 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见习啊 研究工作等等 那有了天桥之后其实是可以缩短 这个不管是心理上的距离 或者是实际上的距离 洁白亮丽的天桥外观 医院同仁形容这是母亲的期待 相连诞生六年的府大医院 天桥的经费全数都由师生及校友的爱心募款而来 在众人的见证下 让这座天桥成为大家的祝福 其实更早之前 很多人就期待 府大医学院跟府大医院可以有连结 那今天它可以落成 我想所有的人经过这个历程应该都感受到非常的感动 光中行走天桥是目前问载郡的最新工程 柜子路上的行人道本来就狭窄 上面还设有U5的租借站 让本来就不宽敞的道路更加拥挤 市场会有人车公道的情形相当危险 期许未来天桥起药后 能够增加行人的用路安全 如果可以直接从府大 然后通到医院的话 就听起来会蛮方便 但是因为我最近是可能不太需要往来 那个学校跟医院 那如果是有需要去医院做实习的同学的话 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讲 就是会比较方便这样子 天桥连接医院三楼至府大医学院国企楼四楼 跨越柜子路便利所有的师生与医护人员 桥墩的地基从远处看像是合奖的双手 象征祈祷祷与祝福 期望造福更多社会民众 记者李又颖陈奕勋采访报道